北京时间9月29日,英朝联赛第七轮就将全面开打,本轮最受瞩目的比赛非谢尔西大战利乌普莫属,两队的交锋结果,将直接关系到榜首的归属。 对于这场比赛,曼城也会积极密切关注,瓜迪奥拉的球队可能于翁德利,成为登顶的那一支球队,本赛季的利乌普表现十分抢眼,在过去的六场比赛中,他们均取得了胜利,其中包括客场,2比1击败热刺,即18分的他们排在联赛榜首,换帅之后的谢尔西同样发挥出色,取得了五胜一平的成绩,即16分排在联赛第三位。 本轮联赛,两队就将正面交锋,利乌普如果赢球将继续领跑积分榜,切尔西赢球也有机会登顶,对于这场红蓝大战,最大的受益者应该是曼城,一旦利乌普输球或占平,曼城就有机会登顶。 在过去六轮联赛中,曼城取得了五胜一平的战绩,即16分的他们凭借竞胜球优势利亚切尔西排在联赛次起,本轮联赛,他们的对手将会是布莱顿,赢球应该不会太有难度。 在接会面前,瓜比奥拉应该不会错过,传统六强之中,除了利乌普,曼城和切尔西表现比较正常之外。 另外三支球队曼联,阿森纳和热次似乎又掉队的迹象,目前热次和阿森纳同机12分,曼联则是三胜一平二负机10分,这三队分别排在联赛五六七位,不仅仅是积分被落下不少,在他们前面还插入了一支球队,那就是沃特福德,他们四胜一平一负机13分排在第四位。 也就说,传统六强竟然没能占据前六的位置,不过,这个情况有望在本轮联赛发生改变,阿森纳将会与沃特福德直接交锋,最近状态爆棚的枪手,赢球的债率很大,击败对手之后,他们就有希望回到熟悉的位置。 连在第四位,与此同时,另外一支球队也会获递,热次将会在客场挑战哈德斯菲尔德,赢球的话也将成为第四名的有力争夺者。 与这两支球队相比,曼联的情况就有点困难了,即便是沃特福德输球,赢球的曼联要将对手挤到第七位也有难度。 目前,沃特福德的竞胜球是五个,曼联的竞胜球为零,而且曼联将在客场挑战状态回升的西汉姆联,想要赢球就有难度,更何况是一场大胜。 最近,曼联又闹出了将帅不合的传闻,对球队更为不利,当然,足球比赛一切皆有可能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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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